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没有想过军队会使用什么样的武器 来确保敌方没有机会攻击他们呢? 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做的很多努力 都是为了确保军队的安全,确保他们的任务成功完成 为了防止敌方更加强大,各国军队都必须想办法超越他们 因此,他们的技术对普通的配命来说越来越奇怪 答案确实更复杂,更强硬 今天,我们将介绍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军队完成令人难以自信的人物 你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因为它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打倒敌方的过程中,如果士兵破门而入在敌方的住所 绝对会惊讶到敌方 嗯,如果这样的方式打开门的话 敌方会在士兵完成破门后逃跑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款HOMATROP破门器 HOMATROP破门器 是破门领域的最新创行 可突破带有多重锁的内开士门 速度与炸药相当 但不会扬起尘埃 而且在门被打开之前 机油听不到任何声音 这款工具的安装简单快捷 轻轻按下破门器上的按钮 并可将其夹在门框中 远程操作更是它的一大优势 士兵可以与门保持一定距离 远程激活破门器的启动和快速释放功能 通过全新的无线控制套装 距离最远可达100米 这套系统体积小 质量勤 一人即可携带、安装和操作 为士兵们节省能力 让其他士兵可以专注于其他操作任务 破门速度几快 无噪音 是破门领域的突破性解决方案 在很久之前 军队在跨越河流方面 是很困难的 因为河流太深 导致他们的车辆无法驾驶过去 如今 M3福门桥的发明 跨越河流再也不是一个挑战了 他结合了车与船的双中性能 既能在路上梦跑 又能在水上前行 主要用于坦克和其他车辆跨越水的障碍 一百公尺的浮桥 架设所需之间 约二十五分钟 到2023年为止 这M3福门桥主要服役于欧洲的德国 与英国 目前 在亚洲的话 新加坡应该也买了 只有台湾 拥有这种全球最先进福门桥车 M1150突击破障车 地雷作为一种价格敌廉 便于制造的武器 可以非常方便的 被布置在很大的范围内 也给敌人的军事行动带来阻碍 美国在阿富汗战场 又曾被地雷搞得焦头烂额 但自从拥有了 排列力器 M1150突击破障车之后 便开始在阿富汗 横着走 M1150突击破障车的体型偏胖 总重72吨 长12米 配有1500马力的发动机 骑美车由7个车轮和2个履带 防徽轮组成 越野时速可达48公里每小时 在公路上的最高时速 为72公里每小时 简直就是个灵活死胖子 飞奔起来 最大部分坦克都别想连上它 它排除雷场的方式 是火箭排雷法 该车会在拒目标 雷场区域100至150米的地方 将火箭推进去发射至目标区域 在依靠牵引锁调整好起爆锁之后 并引爆起爆锁 靠爆炸产生的压力 引爆被埋葬在地下的地雷 该方法不仅能引爆宽阔路面的地雷 还能引爆复杂路况中各种位置雕砖的地雷 可以说得上是军队的开路神器人 MTGR机器人 军人在作战中遇上了很多环境的困扰 众多地道防护圣法 因此以色列国发明了为微型战术地面机器人 开发了新作战能力 它名为Micro Tactical Ground Robot 简称MTGR 通过配备激光雷达和各种光电传感器 该机器人能够在环境复杂的建筑物内 或封闭环境中 以引导跟随模式与士兵一同参与作战行动 专门用于军队在崎岖山地 城镇、寒洞和地下通道等 士兵无法进入的环境中 执行情报手机、侦察监视、战场巡逻 以及和神话爆炸 主方面的勘测和处理任务 MTGR机器人的最大亮点 是其行走机构为独特的轮铝复合式结构 行走机构有四个轮子 即假装在前方两个轮子外侧的驱动壁组成 其履带式驱动壁机构比较长 当遇到障碍物时 可以顶起前轮 以帮助机器人完成跨越35厘米的垂直障碍物 攀爬20厘米高度的楼梯 折叠防弹盾牌 当传统的折子记忆 与现代科技发生的碰撞 会查出怎样的火花呢? 不久前 科学家们将传统的折子记忆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设计了一款 可以在5秒内完成组装的可折叠轻质盾牌 这个像折子一样 可折叠与展开的盾牌 不仅非常便捷 关键 还能防子弹 与传统的防弹盾牌相比 它的重量更轻 只有25公斤 且展开后 让两到三个藏在后面 都没有问题 其表面的结构决定了它 不仅可以应对正前方的攻击 还能兼顾到两侧 不使用它时 它能超级方便的折叠起来 占用的空间 像个中号行李箱那么大 随手往后车厢 一扔就完事了 这种盾牌的灵感 来自于日本则止记忆 以Yoshimura 其存是折合模型 也在钻石型为基础打造 研发团队在初期 进行了各种可能性的尝试 和大量的计算 最终的形态和折叠方式 也慢慢确定了下来 当然了 这种盾牌 使用的材料可不是普通的纸 它采用的是一种 具有极强防弹能力的 高强度人造纤维 卡夫拉尔纤维 研发团队经过多次测试 最终将这种纤维 选定为12层 纤维中间有铝星连接 最终达到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 它能有效吸收动能冲击力 提供完美的防护 在测试过程中 研发团队用了9mm口径的 三武器麦灵墙 对它进行了设计 结果呢 都被这个盾牌 成功的拦截下来了 毫无疑问 这样便携的设计 给军警和恩保人员的人身安全 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机器防身蛇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防身机器蛇 这种蛇可以抓牢 并且在任何物体旁边 就像真正的蛇一样 这种机器蛇可用于探索那些人类很难前往的区域 比如地震破坏后的灾区 也可以用于急救和军事用途 在军事上 这机器蛇可被用于爬进狭小的空间 给它装上真空摄像头 它甚至可被用于间谍活动 这款机器蛇被武器化也是必然取失 绑几个炸弹 或者和士兵参与反恐战争 都将成为它可能的用途 半机械棍虫 刚刚那个防身蛇是假的蛇 但这次是真的棍虫 对是真的棍虫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家 在活棍虫的体内 直入电机来控制棍虫的飞行 这种一半的棍虫 一半机械的活棍虫机器人 科学家甚至可以通过提高脉冲频率 来控制虫子的速度 是不是觉得很疯狂呢? 这棍虫主要用来配备微型相机 来记录它们遇到的任何事情 这样微小而不省眼的东西 在监视人方面可厉害了 所以当你注意到家里有棍虫 你可要注意了 开玩笑开玩笑 变身潜水艇 虽然我们距离发明 詹姆斯·邦德的隐形冲浪车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们还是有这样疯狂的技术的 潜快艇Vita是世界上第一艘快艇和潜艇的混合体 可在水面上航行和水下深潜 虽然是以潜水为主 但是它在水上航行的速度更快 因此应该视为快艇与潜艇的合体 不少人都形容成 如同007情报员詹姆斯·邦德的作家 配备柴油动力发动机和强大的喷水器 它也是有超级坚韧的碳行为制程 因此可以承受撞击 当你准备好潜入水中时 只需按下一个按钮 你就会在两分钟内进入水下 由于它会潜入水里 所以在里面的人都必须穿着潜水装备 不过他们不使用个人气瓶呼吸 除非是紧急状况 因为潜快听Vita 有自己的内置空气供应器 能让8个人持续4个小时呼吸 是不是觉得很帅呢 好啦 本期影片就到这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